某個大學要針對全校所有系所申請的圖書資料做查詢 他希望圖書館員想要針對學院系所書名進行篩選 必須顯示目前所查詢的哪個學院、哪個系所的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資料,我們把它打開來,你會發現它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這個圖書資料,Ctrl向下,Ctrl向下是跑到最下面一筆 總共的話,這個學校總共買了558-1,因為上面那個欄位名稱557 裡面的話欄位有哪一些,你可以看到包含就是什麼 他的借購號 他這本書書名 作者 然後他的編號 書的編號 然後這個出版社看起來很多都是 這個 這個大陸的跟那個什麼 日本的,還有國外的 那裡面的話還有什麼呢 哪個類型的 那類型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好像都是把圖書還有DVD的 然後 然後 學院的話 總共就是 有這些 總共有文學院 然後傳播學院等等的 商學院 然後哪個科系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說你今天是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話 你希望快速的可以找到某方面 最好是中文系 中文系 中文系裡面 他這個 介構的書有哪一些 馬上查出來 怎麼查出來 文學院的介構書有哪些 快速查出來 或者是類型有哪一些 快速查出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還沒講題目之前 請各位慢慢習慣 在SEO裡面 如果你要查資料的話 可能一定還要熟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還蠻重要的 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篩選功能的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漏斗 這個漏斗有點像是 從你 這個557筆資料裡面 把哪一個類型的資料找出來 比如說我想知道 第一個 比如說文學院的好了 文學院 這個書籍裡面 他介構的書到底有幾項 OK 幾項 然後呢 幫我把它 抓出來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 你游標放在學院上 按一個篩選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按下漏斗之後 他這邊的話就會 顯示一個功能 就是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做什麼用呢 就是你可以針對 你下一個條件 他會把你下的條件資料 通通撈出來 你會發現點下去之後 他會顯示 在學院裡面 不重複的 資料總共有幾個 總共2 4 6 7個 也就是說 這個學校應該有7個學院 包含就是什麼 工學院、文學院等等 如果我只要文學院的話 你就把全選打勾取消 點擊文學院之後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文學院的 資料就撈出來了 總共2 4 6 8 10 13個 就這些 文學院裡面的話 就包含 這裡面包含兩個學 一個是中文 一個歷史系 推薦的書籍的話 就這些 有關什麼 女性 女性議題還蠻多的 女性文學 有沒有 OK 然後還有什麼呢 魯迅 冰心 徐志摩 與陸曉曼 這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提到 我覺得他們的感情世界還蠻妙 年代其實這樣已經算是蠻 蠻前衛的 就像說這個年代 我們這樣其實已經 很不得了了 有沒有 就像徐志摩居然愛上自己好朋友的老婆 然後居然 他們兩個 離婚之後 再去娶 好朋友的老婆 而且正婚人居然找 梁石秋 跟胡適 然後呢 他結婚的時候呢 兩起操 對對對 不好意思 有點像 兩起操 結果 OK 那征婚人居然 可以在結婚的時候 把那個 新郎罵了一頓 OK 這個我覺得 怎麼看就覺得很有戲 如果可以把他攀旋前續續的話 其實也是 還蠻妙的一件事情 OK 那其他的話 什麼呢 這個也有之前講過 梁思成 我好像就看這一本 類似的書 不過他主要是提到 是靈婚姻 靈婚姻這個女孩子 其實 比較不浪漫 我覺得 因為他沒辦法被 這個徐志摩的 浪漫給打動 他其實還是現實的 他還是覺得說 沒辦法 他雖然其實對 徐志摩有那麼一點點意識 但是呢 他還是要回歸現實 他覺得徐志摩 在當時真的是一個 已經是渣男了 OK 所以 千萬不要跟渣男 產生任何的感情 否則的話 真的會還蠻慘的 OK 我們只能講 所以 聯邦微學院的都推薦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 假如說不同 歷史系 歷史好像是這個 歷史系推薦的是那個日本 日本一百名 一百名城 一百名城公事 這個其實我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其實還蠻常跑 之前蠻常跑日本去看一些城堡 OK 那 現在都不能去了 所以最近只能在 像我最近花蠻多時間就在剪輯 我之前去日本的影片 OK 沒有我自己看而已啦 自己開心就好了 OK 之後有興趣 之後有時間我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OK 因為我去日本大概算一下 大概前前後去的大概 超過二十次吧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也開始在學 那個日語啦 所以日語 其實也花一點時間去學習 有啊 現在在念 是要考試嗎 好啦 我們重點在這裡 再來的話文學院是這樣 工學院看看跟文學院差多少 工學院推薦的書籍是哪一些 都是建築系 土木系 有沒有這些 資訊系 運輸系 你會發現 都是原文書籍 這什麼 IKEA 可以看得懂這個 看到 跟那個 設計有關 製造 跟他 員工有關 應該看得懂 Urban Urban 工學院的 這什麼東西啊 OK 反正你會發現 不同學院 所學的東西落差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OK 如果以後你想要針對 不同的院所 像這邊的話就是這樣 從這邊可以去篩選 不同的 這個學院好了 OK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不要 學院的話 我要哪個系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比如說你想說 全部 中文系 推薦剛剛有看過 如果是 想來找一個 另外一個 比如說 資訊系 資工系好了 資工系到底學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資工系 基本上都是這些 而且還有兩本日文書 為什麼這個 這字怎麼唸 這什麼 什麼物語 一個畫外面一個框框 這個好像是日本 日本造的這個字 空的境界 未來福音 這個跟宗教有關係吧 資工系 OK OK 可能 念 資工相關科系久了之後 還是心靈會空虛吧 會覺得說 心靈缺少的滋潤 真的 因為像我之前 跟我一個指導教授 聊天的時候 他說學習資訊 久了之後 這個心靈會慢慢匱乏 真的 因為你是 你學的東西 其實不是對心靈有幫助的 而是讓你越來越像機器 有沒有 很機器 很工具的 知識嘛 對不對 但是中文系的都一不一樣 會讓你覺得越念越開心 越愉快 會有那種 越想要 這個這個 進入這個 更多的這個 文學的 世界 因為你會發現 每個 這個文學家所留下來的東西 其實都他人生的精華 有沒有 所以 作品也是 都是當時 最 最新盛的 才有辦法留下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差異性還蠻大的 那也說 我們剛剛講特別注意 第一個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 就是說 利用篩選功能可以做到 可以針對什麼 學院跟系所 可以找出資料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要統計一下 比如說 假設問你 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說 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個系所 推薦的書籍最多 總共有557 那如果我想要看一下那個總total的比例 哪一個系所 推薦的書籍最多 然後占比多少 這個怎麼做 其實第二個要學習的功能就是 第一個學習的是篩選 第二個學習的 特別注意 請各位試試看這個功能 插入裡面一個叫樞紐分析表 如果說你想要分析 分析這裡面 哪一個占比最多的話 哪一個系所的 應該是老師吧 最喜歡推薦書籍的話 OK 你可以看一下 插入樞紐分析表 先取消一下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按樞紐分析表 它會問你說 你要分析的範圍 A1到H558 對,按確定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前面 OK 如果我想知道哪一個系所最愛推薦的話 你會發現 你可以把系所拖拉到列的地方 然後再把系所拖拉到直 為什麼拖拉到直 因為如果你把非數字的資料拖拉到直的話 它會幫你 算幾個 算幾個 OK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系所拉到這邊 這邊會出現什麼 出現列標籤 也就是縱向 OK B欄的話 指的是直 所以它的概念是這樣的 這個會幫你把它放在這個列 這個會幫你把它放在這邊 如果你放的資料不是數字的話 它就會出現計數 計數就算幾個 如果裡面放的是數字的話 就幫你加總 OK 可是問題來了 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個是佔最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數字 但問題 它現在 不是按照多到少排序 所以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把資料裡面 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請你把游標放在B4上面 資料裡面請你選擇 Z到A 什麼叫Z到A 就是大的在上面 小的在下面 Z到A 幫我排序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 就會 幫我把 這個學校推薦的書籍 哪一個系所最愛推薦 因為前三名的話 都是外語學院的 所以外語學院是不是很愛買書 中文系在這裡 中文系好像12本 沒那麼多 OK 如果說 當然現在牌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將來如果你老闆 假設你是圖書館的管員 老闆說哪一個系所最愛推薦 OK 應該要等比例 不能說只是單單幾個系所都在那邊推薦 其他系所都不推薦 那也不對 所以可以做一些調整 OK 不然的話以後 好像外文的書就太多了 其他的相關的領域就太少 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 請各位再把這個 比例部分 幫我做一個什麼 做個圖 因為現在流行的是什麼 流行就是 因為你看數字其實也蠻清楚的 但問題還是沒有圖像化 或者另外一個名字叫視覺化 來的視覺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求是 請你幫我把它畫成一個 比較好理解的圖 可是比較好理解的圖 要不就是什麼 比較常用像 枝條圖 或者是圓形圖 如果我想要了解 比例上面的問題的話 比例哪個最多 用什麼圖會比較合適 比例哪個多 一個比 佔比 如果比例的話 我還是比較建議用圓形圖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畫成圓形圖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這邊有個設計 跟這一樣 應該是分析 你可以切到什麼 它這邊有個分析 就會看到一個樞紐分析圖 OK 樞紐分析圖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預設就是直條圖 馬上就出現了 可是直條圖只能顯示說 哪個多哪個少 但是如果你要比例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 當然有平面的 也有立體的 不過其實立體的好像只是 讓你看起來好像很炫 不過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用那個立體 感覺 好像會有一點 宣兵奪主的感覺 看到好立體的 但問題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 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再來的話 圓形圖按確定 你會發現 圓形圖就出現了 那其實 你可以看到 它會幫我列 列出來 但是如果比例最多的 我希望把這一塊 把這一塊 把它拉出來的話 你可以點一下 再點這一塊一下 把它拉出來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清楚了 上面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合計這兩個字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什麼 細索 這個占比 這邊 大家可以 可以這樣 可以 甚至上面可以把那個字 變個顏色 然後放大一下 甚至字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 就會比較好理解 多了啦 OK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講了兩個重點 兩個可能主要的操作 都是 對於你將來在處理資料 了解資料的 一個全面 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 就是 請各位在那個 圖書資料 特別是 的 學院 學院跟系所上面 按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的篩選 OK 你會發現上面就出現 這個篩選的符號了 如果你要取消 怎麼取消 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他等於按一下就是有 按一下就取消 OK 那我們可以針對學院 或者是 這個系所 去把那個 每個學院每個系所 所推薦的書籍 把它列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想知道哪一個系所 他推薦的書籍 佔比 最多的話 那你可以 再增加一個叫 系所佔比 的一個 書紐分析表 那你就把系所 拖拉到列 系所拖拉到 並且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這個地方有個 分析 找到一個所謂的 樞紐分析 找到一個樞紐分析 這邊有個 樞紐分析圖 然後繪製一個 圓形圖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其實這工具真的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要很快的知道說 這個 這麼大量的資料裡面 哪一些資料佔比最多的話 其實利用那個 像篩選跟書紐分析表 其實就還蠻夠用的 OK 請各位試試看 看著 我來吧 我們 分析 是 我們 嘛 感谢观看